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历史事件 改变历史,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一,背景,黑死病的阴影,中世纪的灾难 二,发展过程,瘟疫的蔓延,欧洲的哀嚎 三,后果影响,人口锐减的疮痛,社会经济的重塑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背景 黑死病的阴影,中世纪的灾难 好吧,同学们,请坐好 我们今天要聊的是,中世纪的一场盛大黑色派对 不,不是那种穿着华丽服装的舞会 而是一场无人能逃脱的死亡盛宴 它的名字叫做黑死病 首先,让我们来设定一下背景 想象一下,14世纪的欧洲 一个没有WiFi,没有抗生素,连卫生纸都奢侈的时代 人们对于卫生的概念 大概就是合理的水看起来还挺轻的,应该可以喝 在这样的年代,一种致命的瘟疫 黑死病,Yersinia pestis,悄然登场 黑死病是一种由跳蚤传播的疾病 而这些跳蚤则是通过它们的宿主 老鼠来到人类身边的 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让老鼠 在你的粮仓里开派对的原因 这场瘟疫从1347年开始 在短短几年内席卷了整个欧洲 死亡人数估计在2000万到6000万之间 大约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一半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场灾难的一些亮点 首先,黑死病的症状非常迷人 如果你对淋巴结肿大到像鸡蛋那么大 皮肤变成黑色 以及无法预测的高烧和呕吐感兴趣的话 其次,由于当时的医疗知识相当有限 人们对于疾病的理解 基本上还停留在可能是空气不好 或者肯定是那些巫婆做法的水平 面对这场灾难 人们的反应五花八门 有些人选择了自我隔离 希望能躲过这场灾难 有些人则是放松自我 认为既然死亡无法避免 那就应该好好享受生活 还有一些人则是选择了自我鞭打 希望通过肉体的痛苦来赎罪 当然,这些方法都没有什么实际效果 除了让人们感觉自己在做点什么 最终,黑死病自然消退 但它对中世纪欧洲社会 经济和文化的影响是深远的 它不仅导致了人口的大量减少 还加速了封建制度的解体 促进了文艺复兴的到来 可以说,黑死病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也为欧洲的现代化埋下了种子 所以,下次当你在抱怨手机信号不好 或者网速慢的时候 不妨想想,那些在黑死病肆虐时期的人们 他们连发条推文抱怨的机会都没有 这就是历史的魅力 它让我们意识到 不管现在的情况多么糟糕 至少我们不用担心 跳蚤会带来一场死亡盛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发展过程 瘟疫的蔓延 欧洲的哀嚎 好吧,同学们,请坐稳 我们即将穿越时空 回到那个没有WiFi,没有抗生素 连卫生纸都奢侈的黑暗时代 我们的目的地是中世纪的欧洲 一个被瘟疫笼罩的悲惨大陆 请确保你的时间旅行保险 包含了中世纪医疗保险 虽然那时的医疗保险 大概也就是一瓶神父的圣水和一串念珠 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 这个臭名昭著的瘟疫 也就是1347年至1351年间 席卷欧洲的黑死病 这场瘟疫是由一种 名叫伊尔森氏菌的细菌引起的 这个小家伙搭成老鼠身上的跳蚤 来到了欧洲 可以说是中世纪的不速之客 当时的人们对于瘟疫的原因一无所知 他们试图用各种奇怪的方法来防治 比如说穿着鸟嘴面具 这可是中世纪版的N95口罩 里面塞满了香草和香料 以为这样就能挡住瘟疫 还有人认为 瘟疫是由天上的星星排列不当引起的 这让我想起了 现代的某些占星术爱好者 至少他们不会因为水星逆行 就把整个城市封锁起来 瘟疫的蔓延速度之快 简直可以和现代社交媒体上的流行挑战相媲美 它在几年内席卷了整个欧洲 导致了大约2500万人的死亡 这大约占当时欧洲人口的三分之一到一半 想象一下 每当你走进一家咖啡馆 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个是幽灵 这简直是中世纪版的鬼屋体验 瘟疫对社会的影响是深远的 劳动力的短缺导致了农业生产的下降 但也促进了劳动力价值的提升 因为幸存的工人可以要求更高的工资 这也间接地促进了封建制度的解体 和现代资本主义的萌芽 可以说 黑死病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但也为欧洲社会的变革埋下了种子 最后 我们要记住 尽管中世纪的欧洲人 在面对瘟疫时 显得无助和迷茫 但他们的坚韧和创造力 最终帮助他们走出了黑暗 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如何在逆境中成长的故事 也是一个提醒我们 无论是面对中世纪的瘟疫 还是现代的挑战 我们都有能力克服困难 迎接新的曙光 好了 现在请解除你的安全带 我们的时空旅行结束了 别忘了 在离开时代机器前 彻底洗手 毕竟预防总比治疗好 欢迎回到现代 一个有疫苗 有卫生纸 还有无线WiFi的美好时代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后果影响 人口锐减的疮痛 社会经济的重塑 好的 让我们以一种既专业 又不识幽默的方式 来探讨这个严肃 却又不乏趣味的话题 人口锐减 对社会经济的影响 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的世界 突然被一种神秘的懒惰病毒侵袭 导致人们突然不想生孩子 这听起来 可能像是某些疲惫父母的梦想 但实际上 这将是一个经济和社会的噩梦 首先 我们的劳动力市场 会变得像一场退休派对 人手不足 职位空缺 而机器人们 可能还没准备好 接管所有的工作 这时候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有趣的现象 比如 年轻的实习生 可能会被迫迅速继生为公司高管 因为实在是没人可用了 接着 我们的社会福利系统 会像一位突然发现 自己的储蓄账户 空了的退休老人一样 感到震惊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 年轻纳税人的减少 维持退休金和医疗保健的负担 会变得越来越重 这可能会导致一些创新的解决方案 比如老年人实习计划 让退休老人 重新回到工作岗位 或者是跨代共居 让年轻人和老年人 共享住宅和生活费用 在教育领域 学校可能会变得空荡荡的 这听起来 对于那些曾经在拥挤的教室里 挣扎的学生 来说可能是个好消息 但实际上 这会导致教育资源的浪费 和教育系统的重组 我们可能会看到 学校转型为社区中心 或者变成老年人的 终身学习中心 房地产市场 也会经历一场地震 随着需求的减少 房价可能会下跌 这对于那些 一直在等待房价下跌的 年轻人来说 可能是个意外的福利 但同时 这也可能导致一些城市的荒废 因为没有足够的人口 来维持城市的活力 最后 我们可能会看到一些 国家采取极端措施 来应对人口锐减的问题 比如提供生孩子补贴 或者移民快速通道 以吸引年轻人核心的居民 总之 人口锐减会给社会经济 带来深刻的影响 但同时也会激发出 人类创造性的火花 促使我们 找到新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就像在一场 大规模的人口减肥计划后 我们的社会 可能会变得更加苗条 但同时也需要 找到新的平衡点 总结起来 黑死病是中世纪欧洲的一场巨大灾难 导致了大量人口的死亡 和社会经济的变革 人们对于瘟疫的反应五花八门 但很少有人真正理解疾病的本质和传播方式 尽管如此 这场灾难也推动了封建制度的解体和现代化的到来 黑死病虽然带来了巨大的痛苦 但也为欧洲的发展埋下了种子 现在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有什么样的观点或问题 让我们一起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谢谢大家